無緣無故我回到工作 我同事指著我是鍾薇新 你是雞 你拋頭到臉拍片就是雞 我又是雞? 我又是雞 Hello 大家好 我是鍾薇新 今集想和大家淺涵一下雞 這天經常跟我說 那是人類最偉大的朋友 我說不是,是雞 今集想和大家淺涵一下 雞的發展、雞的貢獻、雞的文獻 雞究竟對到世界有多偉大 由於數碼科技裏看 我們有時候看WhatsApp的icon和emoji 最多的icon不是什麼貓貓狗狗 除了人類之外 在琴速上最多不是什麼猴子 是雞 你馬上去WhatsApp看看 我想問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多的鳥是什麼? Obviously,這條片當然是雞 但是雞是遠超第二名 第二隻紅雀 可能都是雞扮出來的 只有20億隻 而雞有200億隻 即是誇張到200億 雞當然是多麼誇張 即是狗、貓、豬、牛 再加上老鼠 都是輸給雞 雞全世界有200億隻雞 全部都是雞 亦都在全世界中吃雞 即是我很喜歡吃炸雞 我拍KFC這條片 南非政府又跟我說 雞有毒 我心想我頂你也有肺 你的企鵝不是又是雞? 所以其實全世界都在吃雞 其實剛剛我也是沒有寫稿的 其實整篇我都不是很寫稿的 但是由於是第二隻紅色獎 我真的要檢查一下名字怎麼讀 是叫做什麼? 紅咀塞利亞獎 OK 其實我覺得都是雞扮的 都是20億隻 所以全部都是雞 雞的數量是200億隻 還有很多是雞扮出來的其他動物 即是雞扮人 雞扮狗 雞扮豬 實際上都是雞 全部都是雞 所以其實是雞 不止200億隻 所以雞的數量是超級誇張 即是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 其實人以前都是打獵物 才可以吃到肉 是不是? 但是近這十幾年 即是雞越來越多 是雞令到城市的發展是強得 現在終於有文明的城市 是多於不文明的城市 因為是可以種雞 種好養就好 就是養那些雞 連大家去到日日 是可以吃雞、吃炸雞 現在都市人是多於不都市人 因為雞令到人類的發展 的文明 是一聲的升上去 在近十年 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人經常以為有很多生番 有很多性 但是由於雞令到這個世界的文明 又會更上一層樓 雞非常有營養 我們經常說雞 我之前的BOXING CHAMP跟我說 你吃什麼就像什麼 為什麼你要吃牛 因為牛是很Discipline 就是吃草 牛是很Muscular 雞就是很Lean 亦是吃菊 就是很Discipline 為什麼不吃豬 因為豬是可以吃自己的屎 所以又懶 又沒什麼營養 豬就是沒什麼營養 不是說什麼Beluca Iberical Beluta Beluta 只是說普通的豬 豬是Full of Shade 可能都是雞 雞版豬 但是雞是超多 protein的營養 所以我打拳的時候 每天都要吃雞 我現在就是不用打拳的時候 我每天都吃炸雞 雞是非常有營養 而且是拯救人的世界 但是 剛才說 雞有一個人類去進化 但是我們有沒有關心過雞 我們有沒有愛過雞 你明白嗎 但是雞很不值 那些弱勢社群 那些普通無名的英雄 那些報紙 那些新聞都會關心它 我當時隨便一隻 不知什麼小動物 尤其是Youtube那些人 你不停地抱一隻貓 抱一隻狗 抱得好像姿勢不對 你都會知道那些貓狗很痛 全世界都是動物傳心師 都是雞扮 雞扮動物傳心師 即是你那些貓或狗 已經被人約束 你有沒有想過 雞是天天被困在籠裡 但是它的貢獻是多麼大 它又沒有人權 沒有動物的權 即是連家裡的小動物 任何家畜都不如 將幾十隻雞 幾百隻雞混在籠裡 但是它對世界是很有貢獻的 但是我們沒有人去關心那些雞 尤其是我們之前 可能小時候不知道 即是琴流之前 我們去吃雞 真的在街上 為何要放血 要僵身拔毛放血 是因為這樣好吃些 但我們從來沒有care過雞的感受 你明白嗎 即是雞是很偉大的 你試想想 這個世界上 可能沒有了貓貓狗狗 那些貓死了 那些狗死了 那些沙鼠死了 但是我聽到我都想哭 即是米其老鼠都藏了 沒有迪士林 I need a fucking this land 然後我都會哭 對不對 但是其實沒有米其老鼠 沒有貓狗狗 是不應該世界的發展的 是動物疫苗商 賣狗糧 賺少一點錢 那些KOL 帶少了貨 但是這個世界沒有了雞 你想想 這個世界是滅亡的 世界末日 這個世界不可以沒有了雞 你想想 雞的重要性是多麼大 但是有人為了雞死而哭 是不會的 一狗死了可能哭很久 就是狗生日 又幫他搞生日會 就是貓貓狗狗過了生 大家又有追悼會 又要找一個墳場給他 但是你想想 雞死了 是沒有人哭的 但如果你想想 這個世界上沒有了雞 這個世界會是怎樣 我想像不到的 你不要說我講 科學家講 我用政治的立場去講雞 在伊朗 警官和人講的電視節目 千萬不要拍到 有人在吃雞的畫面 因為打仗 怕一些人吃不到雞 人會很生氣 真的有幸 你想想 沒有貓狗狗最多是哭 但如果在伊朗沒有了雞 你看 我連Anthony現在拍片 都在眼濕濕濕 在觸摸一隻眼 如果沒有了雞 就多麼慘 想起都會 是呀 There's no f**king chicken What the f**k 就是已經是 I need the f**king chicken 伊朗已經講到是電視台 不能播放人吃雞 因為如果 有些人買不到雞 吃不到雞 的人會民憤 會出去示威 會出去暴動 雞對政治的影響 在科學上也是 NASA也講過 如果人類真的要精英化 在地球住不了人 地球上唯一的動物 要帶上太空 就是雞 因為雞真的很偉大 就是有脂肪 由所有的東西 令到人類的文明 去到下一個層級 在文獻上 雞都有很大的貢獻 在哲學上 以前的人說 為甚麼呢 文福英也是吃雞 人類也是吃雞 但為甚麼呢 人類就因為吃雞 吃到越多人 這個世界越來越多人 但文福英也是吃雞 但文福英就越來越少 雞就越來越多 因為人和雞 都是有智慧的動物 都會一起上升 而可能文福英 會被人淘汰 這個 我沒有一個真實的答案 這個可能是一個 例如說雞扮人 很多雞的專家都說 有人說這個雞扮人 所以用雞和人類 一起去進化 而懂得如何在地球生存 200億隻雞 就是七八十億人口 但是文福英就越來越少 這個哲學 是大家都可以心目反思的問題 另外一個哲學的問題 有雞仙還是雞仙 這個也是爭論了很多年 雞的歷史已經有八千年 那些考古學家去檢查 原來八千年前已經有雞 你說這個世界有多美好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叫做Donna Halloway 他有根據 跟隨著雞 發現世界 其實外國的作家和文學家 都一直把雞擺在一個很高的地位 其實也是Kentucky Fried Chicken We need to eat some fucking chicken KFC Yo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你看這個Chicken是特別強的 即雞的重要性 文獻上、政治上、歷史上 都有雞的出現 其實廣東話上 有很多這個雞字 在文學上有很多的雞字 例如是雞圈不靈 一雞成群 雞雞雞雞雞雞 全部都是雞 即是四二成語 都是由雞做出來的 即是一元雞 幾元雞 你是一隻雞 全部都是雞 即很多時 很多廣東話平常的生活 這些幾雞東西 是不是 雞的用法是出人入化的 一元雞 即是代表這件事是一元 是不是 喂 這件事很雞 即是這件事可能是廢的 即雞是noop 即是幾雞東西 這個雞是一個很厲害的雞 幾皮東西 即是幾萬元 即是幾雞東西 即是幾萬元 雞字和廣東話粗口 都一樣是泛藍 好像是我理他雞 一樣 雞應該用得多他字 你不會說他門 但你會經常說 幾雞東西 一元雞 甚至是 即是今天我們打遊戲 全世界玩 近期最流行的 PUPG 食雞類型的遊戲 即是遊戲都叫做食雞 即是不會叫做大屠殺類 It's so violent 即是我又殺你 你又殺我 大家在荒島上 You shoot me, I shoot you every other will fucking die 但是 將整件事扭曲到正能量的東西 就是chicken dinner Let's eat some fucking chicken 食雞 是不是 你今天有沒有食雞 今天回去吃雞 都是說食雞 食雞是多麼開心 即食雞是代表贏了 即100個人下去互殺 你殺了99個人 你不管怎樣死 但問題就是 最開心 為何你殺這90個人 都是值得的 因為You want a fucking chicken dinner You want a chicken dinner 就是食雞 亦都是普遍大家的生活 我不食雞 我食雞 語氣也是 我不食雞 我不打食雞類型的遊戲 還是我真的不食雞 如果那個人不食雞 他可能是瘋狂的 不是瘋狂的 有些fichetarian 他不食雞 但如果你是食肉 而你不食雞 你只要留意一下 對餐日也很重要 你今天去酒店那些話 因為有些人不食牛 但又不是每個人都吃魚 所以所有肉 即是meat or fish meat一定是雞 不會是牛 不會是羊 羊又酥 牛又不食 零性那些 所以你去不熟的人的飯局 分禮讓你選擇meat 通常要是雞 要是魚 魚都可能是雞扮魚 所以都是雞 所以所有肉都是雞 最低層次 剛剛不是哲學 所有東西都是雞扮 很少會是serve豬 會serve牛 而是serve 就是雞 很多人 就算我認識女神 很多人都會把這些東西 只是雞 可能大家有沒有看三五成群 准到准 後面那句太粗口不說 每個被人打死的都叫雞 即你的名字都叫雞 我剛剛有個朋友 現在正在做PR公司 以前在一間大廣告公司 他有名字叫雞 很多人的名字叫雞 現在看微辣也有名字叫雞 我認識一個女神 他叫自己的貓 都說他是雞 抱怨自己的貓 你只是雞 你只是雞 所以我就懷疑 跑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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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鸡,我也是鸡 我开会也是,可能Youtube频道如何做 你不要抽出来,你分订器用还是分订器用 但你只是一只鸡 其实鸡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不同的定义 广东话的奥比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都是鸡 一鸡两尾,一鸡三尾,一鸡四起,身体现鸡 其实十月心肖都是鸡,大家都是熟鸡 不只是1993年,不只是2005年,不只是81年属鸡 每个人都是鸡,我90年,马都是鸡 这个是哲学去到下一个level 即是鸡的专家去鸡答我,这个是鸡还是鸡 鸡这个字是怎样演变出来的呢? 根本都演变到现在这样的样子 我怀疑一下,WhatsApp Emoji icon刚刚提到 都有这么多只鸡在里面 如果所有字其实都是鸡版 鸡版人,鸡版猪 所有字都是鸡字,是鸡字演变出来的 所以我今天送个讯息,你很骂,其实是鸡鸡 你吃饭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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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鸡 不,只是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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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全部都是鸡 这件事可以最后,就是wrap up一点 就是说公鸡有很神性的东西 公鸡每天一早起床 公鸡不早起床,搞其他旁边的母鸡 公鸡通常是少一点的 一群母鸡只有一只公鸡 每个人有多少个公鸡 他起床,他都是为我们叫醒我们 以前是没有闹钟的 全部都是靠公鸡叫醒你的 以前那些战士 希业神话,什么神话的战士 去打仗 都是要斗鸡,公鸡互相斗 是一个最神圣的医药商 无论是娱乐士兵,鼓励士气 都是公鸡利用他的生命去战斗 而去鼓舞 你想想几十万大军 全民的国家 打仗是国家安危 国家安危 士兵最重要的就是靠两只鸡去吃 所以其实所有人类去到历史和文化和宗教 所以当鸡是神的拜 以前人们是拜鸡神的 即是鸡是多么重要 因为各鸡的全亡都是在拜鸡神 还有看鸡衍生出来的东西 还有都是吃鸡 所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为了大家觉得我说话一够够够 即是有几乎之后 可能我去拋出英文 其实英文的文献 也是与鸡有些有关 例如鸡腿 止开裂口 检岛煮鸡 为什么你那么猎,就是猎 猎是公鸡 就是有承酷 猎是猎 猎是小鸡 很多字都是由鸡压研发出来的 可能说英文大家会觉得 整件事是高级了 但若是攀到太空学 那么8,000年的历史 我们常说中间是文明 5,000年历史 罗德乔常常唱 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五千年历史 鸡有八千年历史 有什么文明有八千年历史? 美国都是五百年 美国要过多十六倍时间才有鸡的文明 但是英文都是用很多字出来用鸡 中文用鸡出来 我知以广东的频道 广东话也是鸡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总结来说 鸡无论是在数量上 在科学上 在饮食上 在贡献上 文献上 宗教上 政治上 都是令到世界得到很多正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不尊重鸡的朋友 其实你也是不尊重这个世界 所以我呼吁大家 尊重一下身边的鸡 吃鸡的时候吃得开心点 亦想在留言里看大家 鸡的看法 如果喜欢听我说的朋友 记得要like share 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 很希望未来日子 可以和陪生陪生 一起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 亦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快乐和温暖 欢迎大家加入陪生陪生 Derek.love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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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